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没有没有 这个你觉得妹妹们喜欢吗 就蛮像我家里的费用 也是改装过 衣服不一样 但是你信不信 今天会有中国富豪喜欢这个款 就把它买回去了 不会买回去 就在家里仿制 富豪都改 仿造 没错 对 像我看 让我感觉就是爆发户 应该是 不然的话不用这样来 第一个炫耀 第二个自我安慰 这告诉全世界 我有这个能力 不过也很难讲了 比方说我认识了香港一些有钱人 很有钱的 超级有钱 他们偶尔会玩这种游戏 把一个东西非常炫耀 问题是你弄出来之后 你怎么用它 假如说爆发户的话 可能改装之后 真的开 而且到处开 而且碰到人家就告诉你 文涛啊 我就花了多少多少钱 可能是这样 那些有 我那些很有钱的朋友 甚至是贵族啦 因为家里传统 都是几代的有钱人 他就是爱玩 弄出来之后 他根本都不开 丢在家里的车库里面 所以有这个东西 不表示你有一样的心态 是吗 我们以前碰过 台湾有个专门选美的大王 他就把他们家的马桶 变成24K金 这样是实用吗 就自己每天使用的时候 觉得很满足 就是这样打造 钻石啊 黄金都在上面 要是有个男人 这么样的有钱 你知道我是实际的 我是实际的金牛座 以前台湾有一个广告 就是登在那个大楼大厦上面 写说 某某某 Will you marry me 就是你要不要嫁给我 就是整一版 可能是这个IFC 这样包下来的一个广告 大家就在想 这个男生是谁 这个女生是谁 就这样新闻吵了一个礼拜以后 发觉原来是采券公司 告诉你说 如果你中了一千 就是你来买惨券 中了几千万以后 你就可以做这么浪漫的事情 然后我就说 如果我男朋友中了一千万 然后去包了那个 我就不会嫁给他了 你那一千万不留着 我们买个房买个车 去做什么浪漫的广告 这不是钻石王老五 这钻石王老二 对 这对我不搭 就不实用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幼婷还是比较 比较务实的 比较务实的 比较down to work 而且呢 我为什么说 先看看这个车呢 因为呢 就是我又想起这个郭美美了 说郭美美前一阵又闹是 什么车呀 给人撞了 还是撞了人了 什么又打官司啊 而且说在网上还开店 结果这个网民们就骂他嘛 就号召大家什么这个聚买 这倒不要解啊 我倒是说啊 红十字会 今年募集41个亿 有个新闻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这名倒挺有意思 叫赵白哥 白哥 白哥透露 这个郭美美事件 导致个人捐款很少 对 你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一个人 而且他们说以后要建立 那个新闻发言人的制度 这样以后可以公开透明 然后记者有管道 可以问到红十字会的消息 我们就说郭美美应该要去 但是你所以说 我就想起啊 这个说是 我又想起美国 前一阵说100个富豪 写信给奥巴马 说应该给我们富人征税 国家经济这么困啊 你又不要加这种人了 前一阵我又听说啊 400个富豪又写信了 就是给奥巴马说 为什么不给富人加税 我们富人愿意加税 我就是不得不想起一件事啊 就是贵族 嘉辉刚才讲这贵族 这两个字 我现在有一个呼吁 就是说贵族这个词 在中国的各种媒体 广告商业文案当中 出现的贫次之多啊 可能是史上之罪 可我的呼吁就是 大家都摘下来吧 对吧 谁摘下来说明谁还要脸 你要不就是 你还要不要脸 就是贵族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我想咱们从这个词意开始 是 咱们这个要讲到主持啊 我们有一位前辈 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编审 李一平大姐 李一平大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主持人 也是我进凤凤凰的这个引路人 他很支持咱们 给咱们找了一个材料 我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啊 我准备谈谈这个概念 咱们先看看啊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一个词 这个在英文里边 贵族 这嘉辉可以讲解一下啊 用普通话吗 讲广东话 没有贵族嘛 其实贵族啊 你一般用形容词 这很明显形容词嘛 我们看到啊 不用我练了 我练你也听不懂啊 出身高贵的 对 那那个高贵高尚的 很辉煌的 可是我我没只是去查字典 我光是看这个 我觉得会不会还差了一个定义 应该是有传统的 对 有传统 因为假如他作为名词啊 我说真的是说 他是贵族啊 不是很贵 不仅是形容词啊 应该是有个传统的嘛 你第一代的有钱人 也很难说贵族了 大发户富豪 之后呢 你有几代下来 而且怎么样 有传统之后 你要有个外面的荣誉 更肯定 是 在欧洲是王家嘛 贵族嘛 或说你加入某个会 非常exclusive 非常排外的 很小数的精英的 几代下来 你才能勉强称为贵族 所以我有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弄清楚了 什么是贵族呢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对 我们在讲刘胡兰 我跟你说 刘胡兰 也是一种贵族 怎么说呢 按照这个 他刚才讲的 这个血统论来讲 刘胡兰 按照贵族血统论来讲 不能说生的伟大 但是他死的光荣 对吗 他死的光荣 那么我要说的意思 就是说 按照过去 这种血统理论来讲 就是你的生身 你就是有传统的 有传统的 一生就是名门大族 名门望族 对吧 而且有多代的传承 但是呢 很多情况下 你讲 为什么讲死的光荣 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可以看一张照片 这是当年 这个英国很有名的 打败了拿破仑的 威灵顿公爵的蜡像 威灵顿公爵的蜡像 说威灵顿公爵 当年有个著名的事 打仗的时候 老爱到前线 炮火纷飞的这个第一线 让不怕死嘛 还有身边的人呢 都很担心说你要这样 你留下两句遗言嘛 是吧 威灵顿说 我有什么遗言 我的遗言就是 后来的人也要站在这里 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 这是不怕死啊 这是训练出来的 他是哪啊 现在中国有的父母亲呢 多少钱就要上这个 贵族学校 伊顿公学 伊顿公学 那就是培养所谓贵族学校 可是呢 去了之后发现呢 妈们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生活过得太差了 好像一苦思甜 睡硬板床 每天就是吃不好 你看威廉王子就是这样了吗 对吧 他是贵族 但是他得从军 他当的兵比谁都多 他要去打仗 他得要有马术 他还要有这个举止得宜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大家是我们只看到贵族都好 所以我们在中国说 我们贵族我们就可以有特权啊 我们可以穿金带银啊 我们可以就是 优于大家之上 但他没有想到 这个贵族你的养成背后 你要付出的责任是什么 或者是你的训练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拿了好的部分 所以中国可能没有贵族啊 只有贵俗啊 很熟套的熟套 富贵嘛 那也不一定贵 富 只有贵俗 很贵的熟 所以说我倒是听过关于贵族的话 有一句我最喜欢的 也非常心里上网的 就是说 什么叫贵族呢 就是说 你除了吃饭跟做爱 自己做 其他都有人代劳的 你能做到那个境界 这是贵族了 那我看文韬 比较接近 贵族没法接近 但是呢 我觉得咱们可以做到有点贵族气质 是 比如说呢 你看他这篇文章就讲 说这个好像张爱玲 曾经写过一个上海的这个电梯工 说这个电梯工啊 每天呢 不把这个衣服啊 穿得整整齐齐 打好领带 穿好衣服 梳好了这个头发 他是不会去开电梯的 你看这个讲究 你不能说他是贵族 但是他透露出贵族的气质 是不是 特别这种气质 因为我刚去了上海有个活动 我就是完全深有感觉 我去北京 或者说中国其他城市 没有看到的 就上海街头啊 老先生老太太中年人 你看到 看到他是穿得干干净净 那干净不是豪华 不是富贵 是得体 看他很干净的 穿个夹克 走在路上很优雅的 我觉得上海 周系有这个传统 有件事我就弄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 就是英国的这个贵族啊 包括欧洲的贵族啊 他能一直好像保持着这个范儿 这个传承 但是你看中国历史上啊 中国有点什么贵族就腐烂 因为过不了俩朝代就腐烂 他这个腐烂是他的 周期性的这个这个命运 你看八七子弟 满清当年 他最后就弄成踢龙驾鸟 抽大烟 就变成这么一些人 但是一开头 你像这个 我就说最近 我就老看这个 魏晋南北朝的这个东西嘛 南朝有一个这个梁武帝 梁武帝到最后呢 这个这个侯景之乱 首都南京被人打进来 打进来 他这个贵族啊 最后就烂到什么一个程度 叫肤柔骨脆 皮肤都脆了 骨头都软了 站都站不起来 所以他就往往这个 这个死在仓促之间 就是说咱赶快逃啊 他这一晃就死了 你甭说打仗了 就完全就就他就 变成这么一种 平常走路 他都不自个走路啊 就这么架着走 哎 你看他 甚至到最后一个 一个贵族 就是要要骑马 你说你在外边打进来了 骑马这还是南京的一个什么官嘛 看第一次看见马 好点马这一叫啊 吓得浑身哆嗦 说这是虎啊 这怎么是马呢 咱们吃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就给又停 那个眼里的孙子 不是眼里的这个 是孙子 眼里的贵族啊 是一个人的孙子 是谁呢 蒋中正的孙子 是蒋中正的孙子 蒋中正的 我知道 蒋有博 蒋有博 我的一百分 对 他们写了一本书 叫悬崖边的贵族吗 所以你知道 这贵族在台湾就没落了 在他们家的情况之下 而且他得 他这样写这本书 就是告诉你说 我从小受到什么样子的 关注跟教育 以及这个我妈妈告诉我 我的爷爷有多伟大之后呢 我必须要 怎么样的举止得宜 可是现在到了台湾 这些变成我的负担 因为我没有办法 我在创业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认为 你太有背景 所以呢 你必须要更加的鞠躬哈腰 你必须要更没有身段 但是这跟之前的教育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 他在讲这个挣扎 所以在台湾就是 你知道就是说 要真是咱这讲这个词译 这个传统上讲 讲这个贵族啊 不好当的 所以千万别贴什么贵族 你知道这个 我为什么说 刘胡兰有贵族气质啊 刘胡兰做的事情啊 是不能要求老百姓做的 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那就是以身为国 就是死 这在古代啊 他认为精神 至少这个就是精神上 有这个贵族气质 你看过去咱们这个古代讲 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小人呢 实际在古代指的是 一般老百姓 是相对于君子来说的 后来咱们把它说成 这种道德败坏人 你是小人 实际老百姓都是小人 你像古代的那种 就要求什么呢 精英其实是一种精英啊 真正的贵族 说为国为民 舍弃生命的 那是 那叫英雄嘛 英雄 我还是没有听懂 因为你说他有贵族气质 可是我听起来那是英雄嘛 很壮烈很悲壮 为了国家人民 老百姓 没没没没 我就跟你讲这个 我跟你讲黑泽民的电影啊 你会更容易明白这个 你看黑泽民的电影 你就知道 这些个武士啊 气宇轩昂的 对 在那里 这武士身边那些 穿这个兜当布 破云兰山那帮老百姓 你看 都是那个趋利避害 是吧 见着什么就跑 就是那种自私 有点自私自利 那就是古时候说的 这个庶民 庶民 小人 对吧 就是你们这是老百姓 真正这种啊 身担大任 对吧 誓死如生 这是武士阶层 武士阶层 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说的 这种就说贵族 它是个一部分人呢 有极高的这种特殊要求 一般老百姓 你很难达到 对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他贵族作为一个制度 可能在某些社会有 欧洲有 日本有 中国不一定有了 现在没有 可是他作为一种身份 贵族是个身份 我认同自己是贵族 别人也认同我是贵族 那什么意思呢 这身份的时候 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不做的 有些朋友我不交的 我甚至只跟我的 也是贵族身份的人 谈恋爱 结婚什么 我觉得从身份那个角度 来看贵族 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不管有没有钱 觉得自己有贵族精神什么 可是很多事情他还是做 就是说几乎来者不拒 所以我觉得贵族 这个贵族精神 跟英雄的差别 在于说贵族精神 他觉得有些 他的身份 他身份他要维持的 他不做的 他有一种骨气 就是说有所不为 那种让荣誉 那种可能很细微的 比方说有些东西 他不吃了 有些空间 去做的地方 他不做的 他觉得不够他的格 有破坏的身份 有种期待 有种规则 有种礼仪在那边 当然假如作为一个制度的话 更是可以卖了 我们说没落的贵族 可以卖的 在英国 在法国 可以我把这身份卖给你 我任你做干女儿 干爹 干儿子 干弟弟等等 他是可以卖的 因为他维持他的身份 那这个制度 在中国当然比较困难 是 但是中国你发现 现在这个媒体上 比以往什么时候 都爱聊贵族 对不对 看来这是一种什么 其实他们说 就把人分化 是富而不贵 可是人富了 他自卑的人 下一步就想着贵 你知道吗 他希望你们 被尊敬 被尊敬 但是光靠钱 他希望把钱 再能换成贵 对不对 可是他这个换法 他没学到 怎么换 可是在换法 香港人就占便宜了 有没有看到 香港很多爵士 特首郑应权是什么 郑应权爵士 我们那个无线电视台 校育夫 校爵士 爵士 爵士 当他有了这个身份 他就是开始 进入贵族的门槛 所以呢 他不管当了什么高官 什么样 他一定要维持爵士 你一定要称呼我 不然他不高兴 你看 曾荫权 一定要称呼他 爵士 他才高兴 又婷 你比如说 你要是建了一个 名门之后 这是一个 你看 我听他们纽约的讲 外国人也是狗眼看人 也不是狗眼看人低 也有分 也有分 他就是说 你比如说一个伦敦 有四种不同的英语 有些都是贵族血统 互相瞧不上 你比如伦敦 他们里面讲 说这人到这摆阔 是吧 他是花老钱 还是花新钱 old money 还是new money 老钱 你花老钱的 大家尊敬你 你花新钱 就是你的钱是刚挣的 你爆发户 大家不尊敬你 就瞧不上的 是这样 花新钱 你看那个电影 铁达尼号 泰坦尼克克 那个大胖子 那个女的 就塑造的是那个形象 他就属于花新钱的 你要照这么说 中国现在都是花新人民币 我就说假如你碰见一个老钱 这样家族里出来的这么一个后生 吓死 你真敢嫁给他吗 吓死 我就是那个铁达尼号的Rose 我就是那个不嫁贵族 要跟Jack跑的那一个 吓死了 这跟现在我们也是说台湾现在很多 大家说到所谓的豪门小开 他们也是都是传承的 就是说贵族 我想大家现在想的不是一代的问题 一代绝对不能贵族 一代再也有钱不叫贵族 贵族是传承的 他一定起码两三代三四代以后 他的那个有一个系统下来 所以那样的家庭太多繁文入竭 你这怎么见妈妈 然后呢你应该要什么 甚至他们也会要求你的协同 他们我也听过这个 我有朋友跟我开十个条件 什么你要硕士 因为我他儿子也是硕士 你要三家清白 三代清白 不可以有犯罪记录 不可以有什么被人捣钱 借钱什么都不行 然后第三没有遗传疾病 包括癌症 因为癌症是遗传 基因要干净 这玩意英国王室不行 对啊你讲到第三条 我就不要听第十条 太可怕了 这是某一种的筛选 所以我都怀疑 你知道吗 就是中国人就别聊这个 你包括台湾香港 我都怀疑 你什么贵族 中国人民三代以前 都能名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我就说 我看这篇文章 我觉得虽然贵族传统 必然没落了 可是呢 它也是个人类文明遗产 那不意味着 咱们不能从这个里边 得到一点做人的美感 你还是可以熏陶 你比如说 有些就是人的这个洒扫应对 我觉得有些教养 你比如说在断头台上 他讲嘛 当年这个路易十六的时候 这个路易十六的王后 先上断头台 踩了刽子手的脚一下 对不起先生 他能够 你知道包括路易十六 上台 跟大家讲两句 是吧 说我清白死去 我原谅我的敌人 但愿我的血 能平息上帝的怒火 所以为什么 在两个世纪以后 法国总统密特朗 在纪念法国大革命 两百周年的时候 真诚的说 路易十六是个好人 把他处死是个悲剧 我就说啊 人在这个生死之间 仍然能够有这样的 甭管他是充胆大的 还是什么 他这是一种 气节啊 教养 教养 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这个自治啊 长期 你像你像我 那肯定还要 follow我 这就贵族要养成的 贵族怎么养成 我是活生生 非常幸运 碰过一个 养成了是吗 贵族 OK 你碰过 碰过 我在我心中 他是个贵族 那一位就是白先勇 白老师 白成喜的儿子 对他们家 当然是军人出身 可是他从小 都在豪门之中 这样的出路 我跟白老师去吃饭 我觉得贵族其实中一个本领是什么 懂得欣赏 懂得要求 去到任何一个饭店 他看这个灯 看这个杯子 这样 然后你知道白老师非常优雅 过去 哎呀 家辉这个好美 非常优雅 我觉得在我眼中 不仅那个东西好美 连白老师都是美的 然后他要求的 什么样的筷子 什么样的 盛什么样的菜 用什么样的盆子 我觉得你贵族 我们刚说 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养成 选朋友 选吃的 甚至那么细微的东西 他都看得中 所以白老师 我觉得是贵族 他有写到最后的贵族 你像也有这个心钱的 像你像比尔盖茨 虽然不算贵族 对吧 但是呢 他做出了有贵族 这个追求的事情 把财产全部做善事 对吧 他赚到一定程度 因为过去他们很难理解 说就说美国人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富豪 给总统写信 总统要求加税 要不中国人看 这不是二吗 是吗 但是呢 他就有这么一种 或者是清教徒的精神 还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种贵族精神 要求什么要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